好 那我們先把上一回的東西我們再簡單仔細一下 我們上一次已經談到縮挺了 那縮挺的這個一創就是要把資料由小到大 或者由大到小把它排行順序 那我們這個縮挺的這個資料目標 可能像這樣的這個有Doggle RAC 那這個RAC裡面就包含有一些欄位 那其中會有一個欄位叫做T 我們縮挺的這個最主要目標就是 每個欄位的這個Key的值 那一般來講這個Key的值是不會一樣的 那縮挺完畢之後呢 我們這個Key的值 像這個換例就是由小到大排好 而且順便把相對應的其他欄位 比如說E然後對應到AA這個欄位 它也把它搬位子搬到這個地方來 這是縮挺好的情況 那因為在這個排序的過程當中 我們經常要交換資料 那如果說你也把這個其他欄位也一起交換資料 那這樣可能花很多時間 那所以呢可能一種縮挺的方式就是 我們縮挺的它的指標 那這個時候呢你縮挺幣之後 這個指標會指到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資料項目 然後第二個指標會指到第二個資料項目 所以在縮的過程當中 這個資料是沒有在移動的 就只有指標在移動 好 好 那這個sort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square search 那square search 如果你沒有成功縮詢的話 你的時間複雜度會到達這個order n 那如果你有成功縮詢的話 你的時間複雜度也是會到達order n 那這個很花時間 那如果用mine search的話就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如果用mine search的話 你的時間複雜度會降低到獲得動人的時間 那這塊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兩串的資料也沒有箱口 那你先把它sort之後啊 像這兩串的資料到裡面一樣 那你先把它sort之後 那sort之後呢 你就可以第一個跟第一個比較 第二個跟第二個比較 那一直雷推 那只要中間有一個是不一樣的 就代表這兩串資料原來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sort之後啊 這個比較的這個時間齁 這個整個影片通話就會講一下 再來我們上一次談到sort之後 那sort之後就是穩定的儀式 那譬如說這裡有一個漆 後門這邊還有一個漆 那sort完畢之後呢 第一個漆排在前面 第二個漆還是排在後面 所以sort的前跟後 他們的這個兩個相同的這個漆啊 他們的相對位置是一樣的 那我就是不能說這個是sorting 再過來是所謂的internal sorting internal是內部的意思 那內部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的資料可以放在我們的主記憶體裡面齁 如果能夠放在主記憶體裡面的話 就叫內部 那如果不能放在主記憶體裡面 那就叫internal sorting 就是所謂的外部 好 再過來就是我們已經開始談到sorting的演算法 那第一個是看到這個sorting 那一開始我們就是講這個 是排好的 那我們準備把這個9映射到總結位置 好 那映射完畢之後呢 5跟9排好了 下一次我們準備把這個2 映射到總結位置 那2比9還要小 所以2跟9就會交換 這2比5還要小 所以2跟5就會交換 那排好之後呢 就是259 下一次我們再把這個8把映射進去 8比9還要小 然後就是8想要跟這個5比交換看 那沒辦法比這個 他沒有比5還要小 所以不能再移動了 就是2589 那最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6把映射到總結位置 6比9還要小 所以6比9交換 6比8小 6跟8交換 6跟5比交之後呢 不能再移動了 所以呢 994 2568 這個時間複雜度 是order n 平方 What the case 這個情況的話 是order n 平方 再過來是 QuickSort 那QuickSort 就是一開始 我們以這個第一個 這個26當作基準 把所有的資料 然後把他scan一遍 那scan的方式就是 從左邊過來 我們找到一個位置 是比這個26還要大的 站著做一個記號 從右邊過來 找到一個比26還要小的 我們也做一個記號 然後之後呢 把這個37跟19把它交換 交換之後呢 我們又從剛37的這個所在位置 往後看 看到一個比26還要大的 我們做一個記號 然後從右邊過來 比這個26小的 做一個記號 所以接下來 我們的這個 61跟15的交換 然後這塊 我們對群組 找到一個比26還要小的 還要大的 做一個記號 然後從右邊過來 我們也看到 這兩個指標 重點在一起了 那代表 這個26已經把所有的 通通scan過一遍了 那接下來我們把26把它擺到中間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26左邊這一部分 通通比26還要小 右邊這一部分的話 通通比26還要大 那緊接著我們就是把 左邊的這些資料 我們就recursive的 applied 用applied的方法 那就是 最後就把它排好進去 那右邊也是recursive的 用同樣的方法 好 那這個 時間複雜度 worst case的時候是 order n 平方 最差的情況之下是 order n 平方 那最好的情況的話 是order n-n 你可以用這個tree的概念 去做分析 你也可以用這個數學的方式 去做分析 最後得到是order n-n 那為了改進這個 worst case的quidsoc 所以你可以把quidsoc 做點改進就是 第一個方式就是 你用這個medium of streams 那這個medium of streams 就是你這個基準 要選哪一個呢 選這三個裡面的中間 那這三個就是 一個資料子第一個 一個是原來是 放在中間位置的 一個是最後一個 那你就把這三個裡面的 這個中間子拿出來 做為我們的pivot 做我們的基準 那這樣的話可以改進我們的 這個worst case的情況 那另外第二種方式的話 就是真正用 所謂的selection的演算法 去把真正的medium 那個值把它找到 那這個演算法在這邊 我們這邊要做介紹 那不過提一下 這個演算法 它所需要的時間複雜度 是order n 就可以做完了 再過來是我們的這個multi-sort 那multi-sort 所用的方式就是 圖位問題 那圖位問題就是 把兩串已經排好順序的 像這個15 26 77 這排好順序的 右邊11 15 59 60 這排好順序的 把這兩串已經排好順序的 我們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的時間複雜度是order m加2 那緊跟著來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 剛剛那個概念 我們就是把這個 這兩個齁 兩兩的把它合併在一起 兩個把它合併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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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咧 再把這比較長的這兩個 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兩個合併在一起 那右邊這個 沒著合併就不要做 最後就是把這比較長的 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最後咧 就是把這兩辦法都來一起 這個就是 modi-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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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table 然後它的時間複雜度 是order m加2 再過來你也可以 這個進行 re-clusive modi-sol 好 那re-clusive就是 你把這個資料把它切一對切 切一半 那左半邊咧 re-clusive用modi-sol 那右半邊也是re-clusive用modi-sol 所以左半邊modi-sol完畢之後咧 就得到這一串 re-clusive得到這一串 右半邊modi-sol完畢之後咧 就re-clusive得到右邊這一串 然後最後你就把兩串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re-clusive的modi-sol 好 那這個上一次我們有說過 這個 考試的時候也先考這個re-clusive用modi-sol 這會不會要怎麼寫 好 那再過來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新的這個 sol的方法 這個是hip-sol 那這個hip-sol呢 它會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咧 我們要建造hip 第二階段的話就是把我們建造的hip-sol的資料 一個一個把它丟出來 好 那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hip-sol進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orway 我們知道是擺在耳類裡面 但是這個耳類咧 我們把它想成它是一個mine-tree 這邊所用的mine-tree 就是complete-mine-tree 那記得啊 complete-mine-tree就是 你這個tree啊 上方都是滿的 然後咧 你有缺果的話 是在最下面的右邊就是這個缺果 所以你的資料咧 就是按照順序 由上而下 一個一個把它擺下來 那這個中括號的內容 你可以把它想像的就是我們orway的index 所以這個26方在第一個位置 5方在第二個位置 7方在第三個位置 一直被推 那這些資料放進去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資料 那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把它想成它這個去 好 那再後來 我們這個input進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把它做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要做成一個maximahip 所謂maximahip就是 你的pand的值比較大 你的chart的值是比較小的 pand的值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開始調整了 從什麼地方開始調整呢 從下方 從下方 然後從右邊 從下方從右邊開始調整 那你的下方右邊這個 都是單獨只有一個note 這個最下方只有一個note 這個只有一個note 這個只有一個值 所以第一個要調的是這個開始 從這個開始 從這個開始 那怎麼調呢 你就看看它現在長相是不是一個hip 從這個 這個 也就是我們這邊看到 把這個saltree把它調成一個hip 那這個61跟19比較沒有問題 配的值比較大 所以這個不用動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 看這個 這個部分 那這個saltree呢 它是不是一個hip 那我們怎麼調整 這個調整方式就是 你先把兩個小孩先做一下比較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建造一個maximahip 所以大的要放在上面 48跟15星比較 比較旁邊這個48比較大 接下來可以看那個部分就掉 48那個大的 那48比d是還要大 所以48上去的椅子就掉下來 好 所以現在我們做完了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 當你看這個小的這個tree 它是一個hip 當你看這個小的tree 它也是一個hip 當然其他部分還沒有調整 好 好 那再下來 我們就 來調整這個 由這個 這一排都排完了 對不對 所以這樣我們就看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的話 59跟11比較 59比較大 然後呢 59跟它pair的比較77 它59mm沒有比這個機率性還要大 所以就結束了 所以就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一條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這個 原來錄的是這個5嘛 很像錄的是這個5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看什麼 61跟48比調 61跟48比調 那61比較大 那接下來就是61跟5比調 所以我們就下降 61就上去 那就是這個情況 61上去 你就下降 那5下來的時候呢 5下來的時候呢 還要跟下面這個49比較 5又比49還要小 所以5又掉下來 那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調整的過程當中 所以有動到這一支 這一支是有動到的 另外這一支是完全 跟原來的樣子一模一樣 沒有動到的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當時是怎麼做的 我們當時在做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61跟48做比調 比調完畢之後 這個61比較大 所以61呢 才往上班 往上班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61哈 當然比這個48還要大 所以61放上去來說 不會影響48這一支 因為這一支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61往上班了 那48比61還要小 所以48在下方 那這個下方這一部分 它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hip 這個地方轉就是一個hip 所以你現在把67放上去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還是一個點 然後呢 你現在有動到這一部分 它就製造成一個hip 所以現在我們的這個hip 就扣大便宜的部分 變在一起 這個 這個 同學 這個 比較這個 閉目仰神 有人閉目仰神 那有人手撐著 這個頭很重 那我覺得你手撐在這個地方 你的頭就會越來越重 那不是你的頭越來越重 是你的手越來越無力 那你為什麼手越來越無力呢 因為你沒有集中精神 把你的力量放在手上邊 所以手就變成無力 不是頭很重 好 這個要怎麼樣避免這個問題 打體精神啊 坐姿坐90度 每個都坐90度 我們稍微練一下 要深呼吸啊 為什麼會被小睡覺呢 這不是你的問題啊 這是我們空氣的問題 缺氧 腦中缺氧 深呼吸 吸 把那個癢吸到你的血液裡面啊 深呼吸啊 要想啊 要想心想啊 你反正需要回覆而已 你要想像一下 把他吸到你的血液進去 深呼吸 還這樣還有動作 坐在那邊屁股要夾緊 兩個屁股要用力夾緊 一定要的 這個東西一定要的 缺氧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都可以做 一定要深呼吸 然後兩個屁股要夾緊 然後坐姿勒就是 90度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來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這一次 這一次喔 往上調的時候 的過程當中啊 不會影響湯汁的 那原來這一次 就已經是一個 那所以往上調之後呢 這個61 擴大 整個這邊的一個大力 更大力 好 那最後 我們再來調這個路德 那調這個路德的時候 也是一樣喔 71跟61比下 那77比較大 7D就上了 然後這過來 你這26下來之後呢 59跟11比下 59比較大 所以59上去 26下來 那也是一樣 這個紅色部分 是我們有動作的部分 那其他那些動作部分呢 他本來就是一個電腦 這個部分本來就是一個電腦 那你現在有動作部分就是這個部分 那就形成更大電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建造的過程 我們到這邊就 這樣就結束了 就完成了 就是一個tip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這個pamers 都比trap trap還大 這是第一個階段 再來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把資料把它輸出 那這個 資料的最大值在什麼地方 在root 剛剛這個77就是我們的最大值 這已經在root了 所以你就直接把root output 就是我們的最大值 然後再下來 這個最大值 output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我們要記得啊 這是一個complete mindset 如果你有缺少東西 一定是最下面那一層的右邊 那你現在把77把off output 其實就不見了 root就不見了 那我們之前有談過啊 你這個如果在root上面deleteer 掉的話 我們要把我們的最下面的右邊 這一個暫時放在root 這個是mess market的工作 把這個五 這個五 暫時拿到這個部分這邊來 因為你這個 這個位置不能再放東西了 這個位置不能放在一起了 這個位置不能放在一起了 好 那我們就把五 所以呢 這個77的off output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五 暫時拿來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接下來做所事 現在就跟剛剛在調整我們的pip的時候一樣 你把五 拿來放在這個地方 左邊這一部分 它本身是一個電子 右邊這一部分它也是一個電子 只有這個部分 所以接下來 又是剛剛那個調整的動作 把它調到正確的位置 好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 那我們現在這個77 到底要放哪裡 output 不是把它print出來而已 你要把它放在array裡面 那既然這個五 這個位置在我們這個tree裡面 在這個tree裡面 這個位置 這個五 它已經不用了 也就是A10這個位置 A10這個位置 A10這個位置已經不用了 那正好 我們可以把77 把它暫時 把它擺在A10這個位置 A10也是我們array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我們就算是把它 這個77把它放在A10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A10是放77的 那這個A10呢 你說那A10是不是本來是這個tree的一部分 這個tree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怎麼沒有畫 因為這個A10 在E上面 它已經不是tree的一部分 它是off的一部分 這個銀座也off的 那tree的部分的話 現在就變成什麼 從1到9 這個部分是從1到9 好 那所以我們再把剛剛的這個5 從路者這邊把它調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從路者調下來的時候 這個61比59還要大 所以61就上升 5就掉下來在這裡 這5就掉在這裡 然後你就發現 這個48比5還要大 所以這個48又上去 48又上去 然後5又掉下來 5又掉下來在這邊 然後15人又比這個5還要大 所以15又上去 然後5又掉下來 好所以這個就是最後的情況 就是你把一個5把它送到後的地方 然後經過調整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 那調整過程當中再說一遍 沒有被你調整到的那個螳資啊 每一個本來它就掉下來 所以你只要調整的部分就是 從root 可能一直到我們的lip node 這個是部分是你要調整的 好 那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翻例 就是你現在第二個大的 現在也在這個我們複的地方 61 所以我們就61out 那61out 複的的時候 一樣的 你把這個最下方的右邊這個 這個位置 拿來暫時放我們的61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這個61 放在哪裡 放在A9的地方 就是放在A9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1就把它放到入口 那一樣情況 我們把這個1放在入口的時候 我們也看一下 這個不見得1把它放在入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59比1還要大 所以59就上來了 好 然後再下來 再下來 這26比這個1還要大 所以26上來了 好 所以調整毛密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右邊這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這個耳類裡面 擺的東西 A9是61 AS是77 這個是按照順序擺 然後這個tree的部分 現在剩下的部分 就是1到8的部分 好 所以呢 這個 Hipsoft 其實這個 在資料結構的應用上面 是非常有效益的一個方法 一種演算法 就是這個array 有些時候 是作為tree的想像 有些時候 它本身就是一個array 尤其在output的時候 它本身就是有的位 然後你把它output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把59 剩下裡面最大的一個59 把它放到A8的位置 放到A8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56掉到我們的 把它放到root 你就開始調整 所以呢 下一次這個59 會放到A8的位置 所以你的output的認知 到最後 從A1到A1 就已經排好進去 那當你排好進去的時候 你就不要把他想 它是一個tree 它已經不是tree 它就是一個一般的問題 好 那這個時間複雜度是多少 這個部分 Oldrn-n 這個是我們的時間複雜度 Oldrn-n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code 這個部分是調整tip的 這個部分是調整tip的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這是整個membro位 這個code 我再跟各位再呼籲一遍 這個部分 有東西就趴在桌上 這個要補起來 就是呼吸不夠 好 這個code 我們在我們的課本上 那些code 都是寫的不相當大的code 這個真的 各位要好好的去 把它演補一下 好 那這個 我想這個code 在這邊我們就 略過去好 這個我們不要確實 這個整個眼狀 就是剛剛講的眼狀 好 那這個problemcode 就在這邊 那這邊的這個code 也真的是寫得非常的 我真的也是寫得非常棒 這個problem非常精簡 好 好 再下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叫 rate dissolve 那這個rate dissolve的這個方法 我們就 我們就在這邊把它做一遍 現在這邊 我們把它串成一串 那不管你是把它串成一串 是用link list 或者是用rate 其實都可以的 我們上面標號 標號點 就是A1 A2到A10 這個你把它想成它是一個orrate 如果你不是orrate的話 那你就用一個link list把它串起來 那這個也可以 好 那我們開始 我們這 我們怎麼做呢 這個rate dissolve 我們就看我們個人的位置的資料 我們之前的方法 都是兩個資料比較 這個 不要看別人看自己 那第一個pass是看個位數 我們這邊有三個位數 那第一次我們就看個位數 那看個位數呢 你想像當中 我們下面這邊有十個箱子 當然這個箱子可以用link list把它做起來 好 我們這裡有十個箱子 然後第一次看到這個179 個位數是9 就把它放到第9個箱子 好 再來208 8就是放在這個第8個箱子 接下來306放到第6個箱子 接下來306放到第6個箱子 再下來93放到第3個箱子 這位859放到第9個箱子 按照數據把它裡面 179先進來的齁 現在就859 再來984放到第4個箱子 55就放到第5個箱子 接下來是9 第三個進來的9 把它放到第9個箱子 按照數據 271就放到第1個箱子 33放到第3個箱子 這樣我們的這個第一個pass 就做完了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這些資料 按照從第0號到第9號 我們按照數據把它收集回來 收集回來之後就變成這一塊 第一個從這邊開始這邊沒有 然後第一個是271 大概93 33 記得按照數據 93先進來的齁 在這邊93先進來 所以93 33 再下一個是984 再下一個是55 306 然後再下一個是208 179 859 9 這樣我們就第一個pass完成了 好 各位看到 這個第一個pass完成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資料 如果你去看那個個位數的話 按照個位數一看齁 這個個位數的部分齁 小的在左邊大的在右邊齁 各個位數齁 各個位數齁 再來第二個pass 就按照他的十進位 欸他有十位數齁 他的十位數齁 所以我們這個是 我們有三個位數 我們就看中間那一個 好那我們也是把它看一遍齁 我們直接看在這裡齁 第一個是271 我們就把它放到第七個箱子 再來是93 放到第九個箱子 33 放到第三個箱子 984 放到第八個箱子 再過來是55 放到第五個箱子 306 0號 放到第0個箱子 208 140 放到第0個箱子 179 放到第七個箱子 859 放到第五個箱子 9 9就是09 所以放到第0個箱子 好 接下來齁 1號 按照順序把它收取回來 306 208 9 33 55 859 271 179 984 93 把它收取回來 各位看這一串 一串資料齁 這一串資料齁 這一串資料齁 如果你只看他的十位數 如果你看他的十位數 他已經按照十位數太好了 因為我們是把這個十位數 根據他的號碼 把它丟到箱子裡面 然後收取回來 所以這個按照十位數 你太好了 最後 我們看一下百位數 好 我們又再一次齁 306 這個是3齁 所以你放到第三個箱子 2082 所以放到第2個箱子 9 百位數就是0 放到第1個箱子 再拜33 百位數也是0 8 5 9 放在這裡齁 271 放在第2個箱子 179 放在第1個箱子 984 放在第8個箱子 93 在這裡 然後呢 接著一樣齁 把他按照事情 把他收取回來 9 33 55 93 大概179 208 27 306 859 984 欸 怎麼會不會是9 948 奇怪齁 票號 自己改號 這個應該是9 984 好 那百位數 第三個pass完畢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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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領域就太好了 為什麼經過這個三個pass之後 這個領域就太好了 我們講義裡面沒有寫的原因 我們考試的想法這一組 為什麼Radist sort這樣排是正確的 它為什麼是正確的 當然我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先想一下 假設我先第一個pass 假設 第一個pass先做百位數 第二個pass在做十位數 第三個pass在做各位數 這樣會不會正確 這樣會不會正確 來問一下同學 問一下同學 這樣做會不會正確 沒有點名單 但是我有小寶寶券 也會不會正確 按鈕 如果先做百位數 再做十位數 再做各位數 這樣會不會正確 這個 剛才 都會不會正確 所以 我們 我們 我会正确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做会正确 百位数是最大位 还有人讲这一半 好 各位看一下 这个最后一个pass的话 我们按照百位数 所以百位数比较大 当然排后面 比如说9 开头的排在最后面 百位数比较小 比如说你开头的让他排前面 这是必然 然后我们现在就问说 那相同百位数的 师也有按照师也排好 这个看百位数的 在第三个pass已经排好了 就是相同百位数的 师在这里面也排好了 那我们同问 我们大概要分第二pass 第二pass是做什么 是第二pass是把十位数把它排好 第二pass把十位数把它排好 所以像这个领的排在前面 这个领的排在前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二pass里面 第二pass里面相同百位数的 因为他是把十位数排好 他是把十位数排好 所以第二pass里面 所以第二pass里面 如果有相同百位数的 他已经判断师也把十位数排好 比如说这里有个领排 这个领排前面 这个有个旗 这个旗排后面 这两个都是二排 这个领啊领排前面 这个七位排在后面 所以在十几位 在第二pass的时候 他已经根据 他的十位数把它排好 所以一文有相同百位数 所以我们在第三个pass里面 做什么事 第三个pass里面 只是把什么 这些分散来的这些二 这些分散来的这些二 把它收集在一起 因为在第二pass的时候 你已经根据他的十位数排好 那同样道理 在第一个pass刚刚说过的 他已经按照 他已经按照各位数排好了 第一pass上各位数排好了 所以假如你这里面 有相同的前两位 那只是在分散不同的地方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演算啊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什么 叫做LSD List Secretivator List First 最不要紧的 最不要紧的位数先做 最不要紧的位数先做 这个LSD就是各位数 各位数先做 各位数最不要紧的 请先做 那这个演算法 主要的方式就是 我们不要跟其他资料比较 只要看你自己放哪里 那我们从刚刚第一个pass 我们就从各位数开始处理 第二pass呢 我们就处理十位数 第三个pass处理百位数 那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有挺东西要写Proven 来测试这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 排名应该是 几乎是第一名的 如果你写出来Proven 它排名不是第一名 大部分你的Proven就会有问题 这个方法是非常快的 那当然你如果 你如果用Ninklist 它就比较慢 但是如果你要我会处理的话 它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这个实验步骤是这个N加R 然后LogK K是什么东西呢 K就是你这个最大的Input的资料 其实这个LogK 以R为0 就代表你也是几位数 我们刚可以说 刚刚这个是900 就说K是900 那Log的R 以3 以10为0 我们就得到三位数 所以就做三次比数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你到底有几位数 那你有几位数 那你有几位数 这边就有讲了 LogK 就是代表你到底有几位数 那你有几位数 你就要做那么多次 好 那这边是这个 有简单的这个comment 就是 如果你这个用耳类来处理的话 你会速度很快 但是呢 你会需要比较多的记忆体 什么叫用耳类来处理 就是 我们看了这个 我们说把它放到什么 第0个箱子 把它放到第1个箱子 放到第2个箱子 你不一定要用Niklis 你可以预留耳类空间 把它存起来 那你这个耳类空间 要预留多大呢 我们这边有10个资料 你就耳类空间要预留10个 所以你这个 从0到9的话 预留100个 你要10倍 你要10倍的空间 因为你不晓得 第0个 有多少东西会放进来 所以呢 这个就会怎么 如果你用空间 用耳类来放的话 你会浪费空间 但是呢 我们在电脑里面 我们常会讲一个东西 叫做 叫做 Space Time跟Space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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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时间跟空间 时间跟空间的取舍 这个我们说什么 时空时空可以转换 时间可以换空间 空间可以换时间 所以你用多一点空间 你的时间会降下来 所以就是你要做一个取舍 时间跟空间要做取舍 所以这个演算法就是 如果你用耳内来处理的话 你的速度会快 你的时间会降下来 但是你的空间会增加 然后再过来就是 如果你用Linked List来处理的话 你可以减少你所需要的记忆空间 记忆空间降下来 时间会增加 这个就是一个取舍 那我们刚说 如果你这个随着Profit 什么时候排名第一名 如果你用耳内处理的话 基本上它就排名第一名 好 那再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东西就是 这边的所谓的这个 List的Sort 其实这边并不是一个Sort的演算法 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这个资料 可能没有搬动 我们Sort完毕之后 最后资料之后要搬动 我们刚刚再说过了 我们可能只有把Key在做比较而已 这个其他栏位之后都没有搬动 或者我们只是把Promant 那个指标在做处理移动而已 你真正相对应的资料是没有搬动的 那所以呢 所以这边的List的Sort 它不是一个Sort的演算法 它是在处理你Sort完毕之后 你的资料的搬动 所以我们Sort完毕之后 那我们就真的要把这个 把它搬到它入缺的位置 好 所以这边讲的 所有的Sort的演算法 你都会有超量的Data目门 超量 超过量 太多量的Data功能 所有的Sort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尽量减少Data目门 那这边讲的 Philic是实际的 实际的Data目门的 会使得你的处理的速度会变慢 Slow down 会变慢 然后呢 我们这个第三个点头讲的就是 这个 当你这个Sort的资料 有包含其他的Lard Rack 你就是那个其他的除了Key之外 还有其他大量的资料 那如果你一搬动的话 那这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演算法 要做一下修改 然后来减少我们的资料搬动的情况 那 这边讲的就是 你这个资料搬动 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算可以稍微修改 那这边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insertsort 或者是multi-sort的话 那你真正在做处理的时候 你可以用link list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课指标的概念 comlink list 然后来最后 最后 我们这边讲的是 最后 最后 搜索完毕之后 我们要真的把资料把它 移到你的正确位置 repress 就是放到正确位置 好我们到这边就先下课休息 那下课休息的时候 各位就到学员来临 我们在笑话的考验 我们就不内名字了 自己再临